所以說就是我們在這個長榮罷工期間呢 那地形人員他其實就是有非常多辛勞的狀況 甚至有人因此而累到 那針對就是地形人員在罷工期間的一些辛勤的工作 我們工會這邊是希望說公司能夠地形人員 給予地形人員他們一些辛勞的一些補貼措施 那今天的調解呢 其實公司在大方向上面呢也是贊同這樣子的方式 認為說就是會就是給予地形的這些辛勞一些額外的鼓勵和補貼 那我們也相當樂見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只是對於就是詳細的這個發放的這個範圍 以及發放的這個金額呢 那目前公司是還在演藝當中 那我們這個所以呢 我們是定了這個下一次的調解時間 8月8號會針對就是這個更詳細的這個內容和這個金額作為一個調解 那在8月8號之前呢 我們也跟公司就是約定了一個 就是我們平時就會每兩個月進行一次的老資險箱會議 那就是在這之前呢 就是如果有這個方案出來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針對這個部分就是先行就是進行一個討論 那當然如果就是討論雙方都有一個共識的話呢 那我們其實就是也就可以完滿地就是達到一個效果這樣子 那就是... 那就是啦 我們用來講解一下 那就是這個部分嗎 我們來講解一下 那我們今天還在那邊 我們來講解一下 我們就已經多了 就是我們現在晚上的青春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人做到的 我們算是個兩個派人 我們就把它讀 我們在一個你們的地步